來 雲設計師 我現在在看這個空間 然後跟你剛剛所設計的 這個空間 其實我覺得你真的滿棒的 就是隕文隕物 也可以很浪漫 很小女生 你也可以塑造那種很美式 然後華麗的感覺 這個空間 它是一個雙胞胎的姐妹 難怪粉紅色 對 他們的房間 主牆的部分 我們是用粉紅色的樹色的主牆 然後剩下的部分 我們用蝴蝶圖案的一個壁紙 去表現它 主牆的部分 我們加了一個雕花線板 噴漆的效果 真的很漂亮 對 做出一個 像一個小公主的床頭 你知道嗎 這樣子的設計 真的可以看出你 真的很有那個Sense 因為簡潔 但是它的味道馬上就出來了 對 然後在空間的規劃 我們一區為它的一個閱讀 跟它寫作業的地方 一區我們就是一個睡覺的區域 睡眠區 對 所以它在 平常日常的一些做功課 書籍都可以在這個區域 去做一個熟納 OK 我覺得看完今天的這個房子 真的原來美式的風格 用現代的手法 可以用這樣子的表情呈現 真的滿驚人的 不過我們很想問一下 你設計房子 做用你自己的一個 中心思想跟原則嗎 我們認為說美式的風格 用現代的方式去表現它 我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設計的空間 它可以去襯托家具 我們覺得家具是活的 你可能三兩年 你可以換掉它 對 我們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家具的擺飾 跟收藏 和人在裡面的活動 我們覺得這樣的一個空間 是比較人性化一點 今天很謝謝余設計師 讓我們看到這麼精采的案子 然後也把你的 對空間的概念分享給我們 真的是受益良多 謝謝你了 謝謝 謝謝 通常在樓梯的轉角 特別像現在這個地方 主臥室一出來 這片白牆上 我到底該做什麼裝飾呢 其實像這個樣子 掛一面很有造型的鏡子 它除了本身是一個 很漂亮的藝術品之外 你出門也可以在這裡 整理服裝儀容喔 好嗎